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愿意在大萤幕上努力一下 尝试一下 但是呢 我也不会放弃电视剧 至少我家的电视机还没有扔掉 还放弹头 听到这个消息 小编心中满满兴奋和期待呀 影片中不仅有胡歌精彩演出 宋佳和严卓玲更是争当受害者 在现场公开挑衅 相爱相杀 我是被绑架12年的女孩 我觉得策划这一次的绑架案的人 是我的姐姐宋佳 因为她从小都嫉妒过 刚才阿姨也说了 我是她的亲姐姐 小时候是有一点嫉妒她 但是作为家人 再怎么嫉妒 也不至于找她把她绑架 对吧 所以我肯定不是凶手 看到这里 小编头上也是大大的疑问呀 该片《悬而未决》的电影类型掉足了观众胃口 此次发布的概念海报也终于有所展示 将电影《悬疑》的气质展露无遗 各位演员更是将悬疑分为渲染到极致 要想追查真凶到底是谁 12月2日到电影院一探究竟吧